欢迎收看113年8月17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吴沛山 新闻首先带您了解 被誉为有线电视台最高贵冠的金氏奖 8月16号在台北举行颁奖典礼 今年有多达50家业者 243件作品报名参赛 而其中中加宽平港督庆联 在竞争激烈中成功入围十项大奖 最终也夺下四项大奖 表现相当亮眼 得奖的是打狗周记 恭喜 由文化部主办的第24届金氏奖颁奖典礼 16号下午在台北生技园区举行 今年全台共有50家业者 243件作品报名参赛 而中加宽平港督庆联在这次激烈的竞赛中 一举拿获了十项入围 最终也顺利夺下四项大奖 在各项的表现方面深获评审肯定 金氏奖是象征有线电视业界最高荣誉 今年由资深业者 名作家 新闻主播 以及传播学者 各领域专业工作者组成的评审小组 历经两个月的审慎讨论之后 选出61件入围作品 并且在颁奖典礼中公布15个奖项的得奖名单 中加宽平港督庆联在自制节目方面 更是顺利夺得专题报导奖 地方文史节目奖 采访奖和主持人奖 要演成机堪称有线电视之冠 那OK野行这个节目 我们长期在挖掘高雄地方的历史人文小故事 我们也花了相当多的篇幅 在关注地方生态还有环境永续的议题 我们希望透过内容 让更多人能够了解认识高雄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那能够获得这份书荣耀 特别感谢我的团队 幻君 银家 潘哥 修哥 韦婷 还有陈诚哥 谢谢你们的支持 那我们团队也会继续制作更多优质的节目 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高雄都会台 谢谢 我们一直很喜欢采访这个工作 虽然我们都会说 达国洲际是全高雄最不快乐的节目 这不快乐是因为我们常常必须要去找 在城市当中有什么公共议题 是值得我们更去关心的 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真的我们在高雄这片土地上 真的发觉了好多好多 可能很感人或者是很有感动的故事 然后也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跟所有全台湾的人分享 因为《城市不设限》这个节目 它是公共论坛节目奖 那一开始我们都希望 公共论坛节目它不要只是民意代表 而是民意本身可以来说话 那希望我们这一次的 我这次的主持有完美达成节目的目标 那这个奖项虽然是个人奖 但是非常非常感谢节目部所有的同仁 每一年的金市奖都代表着有线电视 辛苦经营一整年的成绩单 这一次中央宽评港督庆联 无论是在经营服务 还是节目制作方面都深获评审肯定 未来也会持续秉持用心和专业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最贴心的服务和品质 记者综合报道 带您回顾本周重点新闻 接下来关心台风灾后 高雄前镇区也是这一次凯米台风淹水灾区 只不过这个区域是逢雨必烟 居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 每次大雨来袭 所有人都要去搬沙包装挡水板 居民们认为这实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希望市府能尽速增设排水道 就算堆了沙包 居民回忆台风当天 水还是淹进来了 水塔马达重要管路设备 机车停放通通都在地下室 居民认为这里的排水系统 该好好整顿 这水均流在这里 这坑也流在这里 那边那坑没坑 那坑流在那边是吗 太阳了 太阳了 太阳了啦 如果说每一个每条路的 有一个结构一个排水孔 直接接到这个下水道以后 可能也许它的雨量 它的排水的速度会比较快 高雄前镇区德昌里 是这一次凯米台风的淹水灾区 在地居民说这个区域逢雨必淹 过去大雨来袭 水淹到小腿的高度 就怕车子会泡水 家具或电器损坏 大家平常都很有警觉心 只不过要真正解决淹水问题 还是需要从根本治水 第一个增加排水孔 那第二个是增加分流 能够迅速的把这个水 及时的把它排出去 所以能够在一年内里面 能够赶快把这个问题 把它解决掉是最好 台风过后 治水的问题一一浮现 就怕还没等到开辟新的排水道 台风又再度来袭 目前水利局还在初步会摊阶段 但对于居民们来说 碰见大雨 家里就淹水的噩梦 该等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记者张世民 纪元高雄报导 淹水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 高雄市三民区几乎每天都有上百件的受灾户申请补助金 但现在却传出有非灾户也会来找里长想领取补助 让里长真的好头痛 区公所也表示 只要是淹水受灾户的申请案件一定会加强验证 住家补助申请 仔细讲解补助申请的注意事项 三民区公所自从台风过后忙翻天 光是申请项目就分成好多种 公所人员初步检视有没有符合资格 其中房屋部分 中央订定淹水五十公分以上的 一般户可以申请三万五千元的救助金 低收和中低收可以申请到四万五 而淹水五十公分以下 市府则是补助五千元 至于汽机车泡水灾损 汽车救助金最高申请两万 机车则是两千元 但是每天申请案件这么多 该如何确保来申请的人 都是受灾户 所以我们现在都请他们护照片 就是如果他们已经水 有水文当然是拍水文 如果没有水文的话 就是自己指认在那淹到哪边 但是整个区域是同时的吧 所以理干是在会看的部分 他有些就是会去看这个 如果整条街都没淹 怎么只有你淹不可能 为了防堵有非灾户 也来申请补助 导致这个政策 没办法帮助到 真正有需要的人 去公所和各里民中心 除了现场会刊 收据和照片减付的部分 也都会加强验证 记者张世民纪元高雄报导 南子区一处紧邻后近溪的 连排住宅社区 凯米台风大雨时水淹50公分 住户发现是因为接近社区的后端 没有新建核堤户案 以至于河水从缺口处 漫溢整个社区 因此向市议员陈梅捐陈勤 希望能完整户案工程 住户拍下凯米台风 后近溪河水暴涨 社区淹水的情况 南子区一处临近后近溪 共有105户的连排住宅社区 在凯米台风来时水淹至大腿 住家淹水50公分 居民许多财产都泡汤 因为房子嘛 有时候我们会高一砍进去 那大概就是有50公分 大概就是膝盖以上了啦 对已经也是到大腿这边 那外面那边啊 已经就是车子 已经跌到快车顶那边了 因为我们是做收拖 就是顾宝宝的空间这样 那你有一些婴儿床啊 然后木头的 还有我们都有木制地板 还有一些系统柜家具 也都是泡烂 很多我们这边的都要就是卡掉 要重装新的 我们吗 我们就是放在那个房间里面 电器用品啊 床垫啊什么都有泡到水 还有柜子啊 全部都泡到水这样子 对啊 那些木头的家具都是不能用的 对都不能用 因为你用了 对啊 因为它就是有点就是膨胀 整个社区就在后进溪旁 居民观察到都还未议题 户岸内外水位就已经一样高 后来发现水是从后进溪未建设 户岸的缺口处漫进社区 因此向高雄市议员陈梅娟 陈琴 希望能兴建完整户岸 保障社区安全 主要其实觉得应该是 合体那边的水 淹过来 还有最后那一排淹的最高 有到六十几公分 对啊 因为我们后面那个合体 可以看到 它并不是完全完整的墙壁 都有那个洞 然后水整个淹润 我们从上面看出去合体的水 跟我们这边水是一样高 起高的 就是整个那边是满出来 到我们这边是起高 后面看到的这边这样子 纽泽溪这一段 那水的话首先就是从这边淹起来 那导致是说 那这样倒灌进来到我们社区 从陈梅娟议员陈琴 那他有会同水利局 水利局的部分 那来勘察 那目前是有计划是 针对纽泽溪的这一段 把它做的像前面那个提顶 这样子做起来 那避免说以后再有这种 倒灌的时候 那第一关至少还先有提顶 先帮忙挡住这样 陈梅娟日前邀及 高雄市水利局一同会刊 计划向中央争取经费 兴建户案 同时保证若中央没有补助 也会用市府相关经费 完成工程 那水利局也跟我承诺说 绝对不管是中央的经费 或是市政府的经费 他们绝对会为了维护市民的安全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来把这个经费筹筹出来 那但是他们应该也很有自信说 中央这次应该会把这个经费给通过 中央那边申请大概在十月份就会有消息 那如果没问题的话最快可能在这个年底前就一定可以施工 该社区完工才三年未经历过如此强的好大雨 住家淹水居民都相当错愕 希望亡羊补牢不再发生淹水噩梦 记者吴佩山高雄报道 大高雄地区历经水灾 如今台风走了快一个月 灾民们除了忙着清理家园 也担心未来如果再下豪雨 会不会噩梦重演 高雄市议员透过产官学对话 全面检讨这一次的台风灾损 以及市府的因应措施检讨 听到环保局在台风前把水沟盖打开 目的是为了通水 让市议员好惊讶 质疑不会造成危险吗 还有灾损补助该是哪个单位负责 面对提问各局处不敢大意 台风过后快一个月 市府单位全部到期一字排开 检视这一次的灾损 还有市府的因应措施 因为凯米台风雨量太惊人 大高雄的淹水受灾户 除了忙着清理家园 也担心如果再下豪雨会噩梦重演 尤其是做生意的店家最害怕 商家部分是不列在这次的水灾补助里面 可是问题是这个商家 他也是一楼店面 然后淹的水的程度不输给住家 然后他们里面有很多的货品 那个严重性更是让这些业者苦不堪言 我希望政府是经由这一次的经验 能够成立一个专案的补助 一场水灾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 除了灾后复原以及补助政策 治水工程的盘点和各单位整合 也刻不容缓 记者张世民纪元高雄报导 说到灾害勘察 高雄市是全台拥有最多无人机 可以用来勘灾救灾的地区 高雄市消防局更运用一对一带链的方式 提高新非首的考证可格率 让高雄的无人机科技运用 不仅能自用 也能协助全台其他显示 无人机拍下钢山油炭科技厂大火景象 高雄市的无人机抢灾运用越来越广泛 不管是工厂大火或是野草火景 都能利用无人机不受地面障碍限制的功能 抢先了解现场情况 而无人机功能也越来越多元 可以使用温度色彩模式 判别火场温度与火场范围 让救灾准备工作更精准 例如说有红外线功能 只要人体可以发出体温的 那我们可以针对热点或热区 甚至于说灾民 身上已经可以辨识出灾民之后 马上针对于重点区域 去做一个早期的救援 化学灾害好了 我们可以利用无人机 不用人到里面 不用再用传统的方式 然后用它高倍速的镜头 去辨识到灾害物体本身 譬如说桶子上的编号 然后我们去搭配这些救灾手册 去遵守它应该疏散对应的作为 五月份烧了大规模的山林野火 还有男子加工出口区的宋美贝火警 包括在去年底 我们去支援屏东名娘的火警 还有今年的零四零三 我们去支援花莲的大地震的救援 在第一时间我们都运用到无人机 到现场去进行空拍 取得现场的立体的资讯 用上帝的视角 去做所谓的救灾的现场的研判 然后提供给指挥官去参考 跟指令的下打 然后我跟你说 在这一侧 这一侧有个分流 它可以去变换你镜头的角度 仔细教学 让学员迅速了解操作方式 目前高雄市共有35台无人机 是全台最多 且飞手就有73人 也是全台名列前茅 因为高雄市消防局 采一对一带练教学的模式 大大提高考照合格率 讲解跟那个操作跟着比对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第一次摸 有一对一教学的话 上下左右或是那个旋转 或是变焦那些的 就可以立刻说 知道这个功能在哪边 然后适用于什么状况 不要都能够上手熟悉这样子 如果这台飞机的避障功能 没有很强 或者你在一个环境 继续去必须去 关掉臂障 侦查一个物体的时候 手上手动的舵量的敏感度 对飞机的要求是非常高 所以很多学员在这个上面 会觉得困难 但我觉得困难还是需要练习的 练习之后你自然就会 很容易去对应到 我现在应该怎么飞 我们都会用一代一的教学方法 然后去训练飞手的操作技巧 跟他们的经验 然后让他们去取得民航局的 无人机的证照 那我们也飞手也在 巡国的各项竞赛里面 也获得不错的成绩 目前35台无人机与飞手 都平均分散在各救灾大队 遭遇各种灾害都能及时出动 掌握灾情状况 提高高雄各地区的救灾量能 记者吴佩山高雄报道 高雄三明公园面临机车 随意骑进公园 造成道路损坏 游民盘踞 民众违法剧赌 以及随地大小便等 卫生与各种乱象问题 高雄市府公园处 为了全面大改造 启动了三明公园改造工作坊 希望广纳在地意见 重新帮三明公园注入新火力 机车骑士迪迪龙直接穿越公园 一旁的警告标语如同空气一样 这里是高雄的三明公园 有着大片的绿植栽 是返华市区中难得的绿洲 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 让这里的环境不断的在恶化 让民众大探很可惜 对 我觉得这个公园 这样很没差的啦 大家要水准要提高啦 要很大的改善 因为交通 拒堵 街游等问题 让三明公园变得难以亲子共荣 这次高市府公园处启动改造工作坊 希望广纳在地意见 重新把这座二十多年的老公园做大改造 几个比较令人头痛的问题 包括说这个里面游民的问题 这个本社欧北断的问题 那包括说里面还有这个 有时候会有人剧赌啊 或者是会有这个街友 那就直接睡在这个图书馆的走廊等等 会让很多的家长 他们对于带小朋友来到公园 会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 那甚至是这个周边有很多 这个没有公德心的住户 他们会直接骑摩托车 然后穿越公园 也会造成我们在公园里面使用一些器材 或者散步的长者 或者是亲子的朋友们有一些危险 那前面有这个公园的时候 市场没有在那儿习走 我都会来这里走散步 比较好走 这样子我都不敢来 太多太多类似公园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也要求说市府应该要编列预算来改造 那第一阶段呢 目前市政府也非常感谢市府 公园处编列了四千万的预算 那也办了第一次的这个工作坊 那这个工作坊呢 其实就是让在地的民众 然后因为这边是三个理工馆 那所以就是在地的民众 大家来共同来提出说 他们心中希望的公园 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目前会先针对机车骑进公园 以及周边道路破损座优先改善 将会大量的增加绿地面积 提升车辆进入的难度 再来就是街友盘踞 公共设施备战等问题 像是厕所的卫生环境也是令人头痛 居民都表示 宁愿回家上也不要在这里 厕所我家就在屋近 然后跑回去用啊 我离开跑回去 我听起来都能讲 他说那个厕所他从来没去过 里面张得不得了 但是现在是有改善的 我们要讲良心他们讲的了 那所以呢其实我希望能够 透过这一次整个公园的改造 让我们的环境可以再度的 把大朋友小朋友带进来 把周边很多的学校 他们的相关环境教育的课程带进来 然后让我们周边邻里的活动带进来 然后让这个公园不再只是 街友们的公园 或者是赌博赌客们的公园 而是让这个公园更加的年轻活泼 三名公园的问题堆积如三 得分阶段性来处理 可能需要逐步改善这边的氛围 才有机会恢复这座公园的活力 记者专军高雄报导 根据护正司统计 高雄市新兴区是全台人口密集度排名第四 而且在前十名中夺下房价 年增幅宝座达到13% 房仲业者分析 由于新兴区开发早 属于80年代高雄最繁华的地段 不仅生活机能成熟方便 加上离火车站只有几分钟车程 让新兴区的房价地久不衰 新建案移动接着移动盖 高雄房市近期涨势不小 根据护正司统计 截至去年底 高雄市新兴区在全国行政区 人口密集度排名第四 也是南台湾唯一上榜的行政区 而这十大行政区的房价年增幅 新兴区也以13%夺下冠军 公寓大概平均成交的单价是在20出头万 对然后预售屋的实价登录是在差不多40万左右 对啊你新的建材贵 然后人工钱也贵 就相对的也会带动我们中古屋的涨势 对因为你新的预售屋价钱上去了 也是会连带就是让中古屋也继续翻涨这样子 新兴区属于南高范围 而北高近期因为护国神山台积电差旗 与巨蛋凹子地等新开发商圈 还是有不少民众选择留在北高 瑞丰这个地方的机能 现在已经是高雄市最好的地方 因为它本身就是个老旧社区了 不过房仲业者认为南高交易还是比北高强势 新兴区最大卖点还是成熟的机能优势 就称大港幅的新兴区是780年代高雄最繁华的地段 不仅有六合夜市金融大楼林立 另外也距离高雄车站只有几分钟的车程 最近也有高铁延伸高雄案的热门话题加持 最近也蛮多议题的像是亚湾区 亚湾区有新的发展 然后我们这边新兴区的话就是年底火车站会完工 对然后再加上最近高铁不是有在吵说 可能会停在高雄火车站吗 就是你看整个台湾火车站在的地方 都是真的是最繁荣 也是房价最高的地方 人口密集度高 买卖租屋交易相对容易 房仲业者指出 尤其大楼相当受年轻人欢迎 加上硬体条件齐全 让新兴区在人口密集排行榜上 赢过双北奪下房价涨幅宝座 这里让李凡飞公司报道 高雄市警察局统计 今年1至7月的行人交通事故为154件 其中行人在24小时内死亡的为12人 其中7人的造势主因是在行人身上 因此交通局警察大队 即日起至9月30号将执行路口不停让行人 执法专案 配合交通局路口改善计划 加强执法 并且增设21处的不停让行人监测系统 走在路上来回张望 行人跨出一步与汽车争道 驾驶小心翼翼的绕了过去 高雄市统计今年1至7月的行人交通事故 总共154件事故24小时内行人死亡就有12人 照则在行人部分就有7人超过一半 其中最大主因就有如画面这般 行人穿越道路不当以及闯红灯 那照势主因分别为行人穿越道路不当 及闯红灯等违规太阳 另外车辆为离让行人的部分既有两件 约占16.7% 显示在持续执法与宣导的强度下 车辆为离让行人的违规太阳已经逐渐在减少了 交通警察大队表示 即日起至9月30日为止 将执行路口不停让行人执法专案 针对不停让行人卫衣标志标线停车再开 违规穿越道路等行为加强执法 也会增设21处的不停让行人监测系统 在今年113年也增设了21处的不停让行人监测系统的科技执法 依据于年底有扩大增设16处的入口科技执法 警方在这边也呼吁 无论是交通执法或科技执法的设备 都只是一种手段 用意是希望用路人能够提升守法意识 培养正确的路权观念 交通警察大队也呼吁 若因为行人没有走在斑马县及人行道或是闯红灯 导致事故发生依然会究责 请民众遵守相关交通规定 保障你我的路上安全 这里让李凡飞公司报导 迄今风筝节结束一周 观光局统计6天总共吸引了13.5万人次 其后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 气垫水乐园确实有让活动加成的效果 不过在地商家认为 近年迄今的观光人潮是不如以往 希望市府可以有长远性的规划考量 更能挨注在地商家的长期效益 上周末 迄今刚刚结束为期六天的风筝节 观光局统计共吸引了13.5万人次 风筝节搭配气垫水乐园 让不少观光客停留在迄今的时间变长 而迄今在地商家指出 近年的暑期业绩没有过往亮眼 期盼可以再多举办一些长期性的活动 才能挨注长远的效果 不是很明显 因为毕竟下雨啊 下雨的客人就吓跑了 以前暑假路上都是冷啊 现在都没有啊 更何况礼拜六有时候生意 跟平常时候还要更差一些 每一年暑假不是靠风筝节 就是靠沙雕都没更新的啊 你大概两个星期啦 两个星期可以带来多少效益啊 而且都是礼拜六礼拜天两天而已 迄今在观光署2023年的统计上 和西子湾与爱河共同夺得国旅 热门景点第五名 显见大家对于其今的喜爱 外地游客也相当肯定其今的美景与美食 我觉得很好 因为就是沙子很特别 对 就黑沙滩嘛 去到了灯塔上面 灯塔下面看的那个彩色的房子很漂亮 其今目前这样吃就新鲜啊 然后环境也不错 就是还蛮适合带老婆小孩出来就是走走 你其实停完车之后你就会看到整个海岸线 就是比在台北的还好啦 特色特色当然要必然 因为其今海产好吃 然后又便宜 然后其今海岸线 整顿的很好很干净很棒 所以想带朋友来其今走一走 近期高雄市观光局也有建置水上运动中心 改善渡轮站到其后灯塔人行步道环境 以及增强旅速引进新级饭店的计划 期待让其今这座小岛大展身手 发挥无限魅力 这里让李凡飞 高雄报道 15年前的莫拉克风灾重闯高雄 其中纳马虾地区受创严重 15年过去了居民历经多场台风豪雨 在这一次凯米台风之后 连外交通再次中断 在公路局抢修之间 居民仅能在规定时间内进出 而纳马虾居民如何在灾难中继续向前走 带您一起走进纳马虾 清晨时分天空仍旧飘着细雨 凌春城开着车准备返回纳马虾 这是凯米台风之后他第一次回家 而今年也是莫拉克风灾后的第15个夏天 如果是以前路一通马上就回去了 以前到礼拜五晚上就回去了 哪里还会拖到礼拜六 半夜开山路回去 对啊 所以有一次开山路跌落到水沟 还好人没事 只是车子有点点损坏而已 车子行驶在国道上 这条回家的路对凌春城而言并不陌生 平常住在市区 莫拉克灾后他曾经每个礼拜都回家 主位的追求心中那份平静与安稳 凯米台风让返家的路一度中断 居民必须从嘉义大浦绕往后山回到纳马虾 后来公路局紧急抢修 往纳马虾的台29线才恢复通行 大浦通往查山纳马虾的路 通了 现在就有从嘉义跟从甲县 可是从甲县这一条目前有广制 就台29线目前有广制 我们现在要走的这条是往甲县的管制 对对对 因为走甲县的比走嘉义的还要快了大概两个小时 为什么要管制 所以是刚开通吗 公路段的说法是因为刚开通 厂商都还在抢修道路 为了让厂商可以好好的抢修道路 所以管制人员进出啊 这种天气要上纳马虾的人应该也多吧 几乎都是在地居民吧 由于公路局正在进行抢修工程 居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出 凌春城赶着七点半要到无厘埔管制点 和其他要上山的居民一样在管制点外排队 厂商的车龙成为这段时间的生活缩影 但这样的路况对于纳马虾居民来说并不陌生 莫拉克斯部落有半回 有族人离开 自己也在那个时候也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不知道怎么回家啊 因为我是在8月9号的前一天就开始逃难了 我们部落是9号才扮回啊 才验射舞溃体啊 我是8月8号要去里面的部落加油的途中就遇到 遇到土石流回不了部落 黄历路上的车子摇摇摆摆 车型进入纳马下 部分当年受灾的建物仍停格在当时 面对这次的凯米台风 部落青年并不担心风灾悲剧会再次重演 因为一旦风雨达到警戒值 南沙鲁部落居民会到在风灾后 几次行建的避难屋避难 莫拉克的悲伤还隐隐约约 但部落居民已经学着向前走 不会啊因为现在的河道已经比 当时莫拉克风灾前的河道大很多了 大 对 所以它那个雨量它是可以承受得起的 没有耶 就跟我以前想象的是一模一样的 部落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只是道路中断 跟可能有停电的状况发生 唯一没有想到的是 但是既然有几天是完全没有通讯的 如果比如说真的风雨太大的话 那部落主人就会去我们集资盖人 用避难屋那边避难 然后在那边休息看状况好了 再下来原来的部落 再来其实部落经过这几年的整治 其实已经算是相对很安全了 生期货下一餐的温饱由此开始 而那麻下居民的生活也继续迈向下一个年头 记者王一群 接着带您来看这间在高雄人舞 号称是台版美式卖场的百货 乍看像是工厂 走近一看卖的是零食饼干泡面 而且价格只是市面零售价的七到八成 趁着中原普渡 有大批民众来疯抢好康 直呼钱包君实在实在哭了 拿起一包零食再选一盒饼干 没仔细看 还以为这里是工厂仓库在捕货 结果来搬货的不是员工而是客人 一些罐头 还有饮料 口耳相传就知道这里 小时候的零食都有 好像每个东西都想买可是有限 吃不完是吃不完 还有分小包装跟大包装 好事都就全部都是大的 就比较适合那种小家庭 一包一包选去 简易的凋理包就白饭煮好 就零上去就好了 就一些零食而已啦 洗瓦筋啊 东西很多啊 价格应该有啦 有比外面便宜啦 你没看错这个占地600多坪 号称是台版美式卖场的百货 层架上堆的两层楼高 卖的全是零食饼干泡面 应有尽有 而且价格只有市面零售价的七到八成 趁着中原普渡要拜拜 不少人赶紧来扫货 就算是平日上午 还是有大批的人潮 每个人都扛着大纸箱 甚至有娃娃机台业者来批货 食品类都在这边进货 因为也是看网路上有推荐 我买这么多是要回去普渡用的 价钱比较便宜 东西很多啊 很多选择 对啊还不错 卖比较好上面就是一些 可能普渡的盒子啊 箱子啊或袋子啊 所以它就是可能刚好就是 就是应景的商品 它就是为了中原普渡 然后做一个拜拜的商品 给大家方便 然后修个懂话这样子 省掉不必要的成本 回馈在价格上 高CP值吸引不少消费者 特地来这里挖宝捡好看 中原普渡到 也讨个好运到 记者张世民纪元高雄报导 中原普渡是全台七月大事 但南紫右昌地区的十七里 在地方信仰中心 元帅府的指示下 已经是百年没有举办中原普渡 民众表示 地方一样平安快乐 而且不烧金纸 在地一样有许多隐形富豪 十至七月 各公庙都在举办中原普渡 但在南紫右昌地区 包括右昌元帅府 右昌三山国王府在内的四间公庙 都没有举办中原普渡 而且习俗已经流传将近百年 高级生日时 证明也感觉怪怪 是怎样七月时不败 是会平安的买 有这个疑力就对了 所以说市民每九七月时 他们也是都会 暗时都会出力 因为有事天外走上来 走趁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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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 到趁趁趁趁趾 但是我們每年七個月過後 都台北去八月十五 到九月這裡 都會一個平安境就對了 都會繞境一家 還將大家威力加強 來排除一個這樣 中原普渡是全台七月大事 宮廟都會舉辦大型祭祀科宜 安撫無形眾生 而右昌地區 沒有這些貢品科宜將近百年 並且在元帥爺的指示下 只祭祀鮮花素果沒有混心 地方一樣繁榮昌盛 四十平安 因為我公公他們那裡 也是要普渡 這是拜拜的時候很多 就是要用魚 蜜蜜蜜蜜 一大堆 這裡只是可以拜水果而已 或是鮮花 他一看到整個廟墊 整個都是那個 我們討gom stimulating 我們阿斯太公 這裡看起來 傳光 整個都清 規色的都是水果 看起來很整齊 就是大家平安 路得很快樂 中原普渡 這個道具不錯 就是我們吧 是說erman持核公 很職 przy非常 他只是做 所以我們認為 哪裏有什麼問題 的信用 我們會來參拜 以使人 成功 庙城金炉所在地 已经变成明灯塔 在神明的指示下 右昌地区早在半世纪前 就不烧金纸 民众赞叹元帅爷 真的有先见之名 都是以元帅府为重 所以说元帅府 元帅公也是算我们 元帅政的警察 所以说如果交代下来的事情 通常我们这里的宿舵没有 都会尊修元帅公的交代 也是在民国五十二年 也是我们元帅公支持的 说我们现在民众赞叹 先进的事情 我们元帅公早早地发现 这个环保很重要 我们右昌和洋人很多 也不想要收一大堆杂料 污染空气 元帅爷三百年如一日 守护着右昌地区 庇护右昌子弟 让地方平安四十无灾 记者吴佩山高雄报道 喝饮料已经不要只是喝到好味道 在手摇饮王国的台湾 口感也成为考量的重点之一 高雄凤山的一间手摇饮店 推出特殊的米麻薯和Q贵配料 要让民众边喝边咬边抒压 手摇饮只有好味道已经不够 还要加入多元丰富的配料 才能满足台湾人的挑嘴口感 在高雄凤山一间饮料店 主打咀嚼系手摇饮 在饮料中加入许多增加口感的配料 让民众有新的手摇饮体验 我们有一款饮品叫糯糯奶茶 然后它是米麻薯 就是口感的话 比外面的麻糬再稍微软糯一点 对啊我们是加鲜奶红茶这样子 对所以喝起来的话 其实就口感就是绵绵的这样 然后可是它很有奶茶的味道 奶的味道这样 我们有一款Q果麦奶茶 然后它的口感的话 有点像果冻 可是有点像粉果这样子 在手摇饮王国的台湾 光是饮料本身味道好已经不够 口感也要坚固 独特创新的米麻糬和Q柜 让客人的好评不断 几乎每天一来一杯吧 口感上面 我觉得刚好很适合我啊 就是它的甜度啊 什么都是蛮适合我 我最近蛮常会来买这间饮料店的 因为我觉得 我想买这杯碰糖奶盖 我觉得这个碰糖蛮特别的 所以我都会特别来买这个来喝 然后再单独配这个来吃 后面有个叫麻糬奶茶 还是糯糯奶茶的 我觉得喝起来蛮有口感的 因为我在外面还没有看过 别的饮料店有这个麻糬 加在饮料店 所以蛮特别的 手摇饮已经不只能提供好喝的口味 在咀嚼这件事上 也要让台湾民众能边喝边咬边疏牙 然后之前其实自己也是上班族 然后其实我就觉得说 在上班的时候压力很大 就会想吃甜点 可是你在上班的时候 你又不可能真的去买甜点回来吃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款饮料 它就是如果可以一边咬东西 然后又甜甜的 就是满小确幸的部分 所以我就会想说 把甜点的东西 加到那个饮品里面去这样子 就在日常生活中 他可能会觉得 有个小小的幸福感这样子 压力大想抒压 嘴巴想咬点东西的话 不妨忘记卡路里 到饮料店买一杯咀嚼系饮料 畅快一下吧 记者最近有中复 新高层报道 继续提供给您最在地的 港独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独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 YouTube频道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咯 以上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是吴沛山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叫隔壁 阿尊娜也做会呗 什么会啊 现在是要怎么做 就等待 阿姨别担心 借获来路不明的简讯通知 请先向您的银行求证 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询问 也可上到麦个盆 或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网站查询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心急 随意点选连结 或填写个人资料 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阿姨不要随便买来路不明的药品 做好防疫措施才是根本之道 终结假讯息 要心存怀疑 防诈骗从你我做起 妈 那个网址你别乱点啊 应该是骗个之的钓鱼网站 怎么可能 上面的图片没错啊 有这种活动都是官方发布讯息 你看这个账号旁边并没有通过认证的绿色 蓝色盾牌 粉丝页也没有官方认证的蓝勾勾 阿姨已经加入了怎么办 你先检举并封锁这个假账号 然后赶快更新你的密码 这么严重喔 下次不管是看到简讯 Email或是网站连结 不要随便点选 对于询问个人资料的信件要提高警觉 切勿因贪小便宜 点选好康连结 定期检查网络交易记录 及更新网站密码 才不会落入诈骗圈套里面 好康连结别乱点 保护各资才安全 老爷爷 快来喔 这支烙豬咖真的是香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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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我有三高吃这个那么好吗 你不错啦 隔壁阿姊有说 吃这个不可以被年轻 还可以带到百会 那真的有样吗 基本上你们在外面会觉得 好像吃到猪脚会有一个Q弹的感觉 是吃到胶原蛋白 但是脂肪含量也相对的大 肥胖疾病啊 或是说年纪比较大的长辈 洗肾啊 心血管疾病问题的一些病患 那就比较不建议去摄取 这样子猪脚这样的食物 像是鱼肉豆腐蛋 这些都是良好的食物来源 你看 现在假消息太多 刚才没确定的事 我们一定要谨慎 网路讯息三诀窍 不清晰 不转发 要查证 咦 我高中同学阿花传讯息给我的 快来看看 你们又